这年头 只要女孩子大胆一些 跳舞时露个香肩大腿啥的 虽然只有一瞬间 也足以让围观群众 为之倾倒 实际上呢 这种带节奏的法子 并不只是如今互联网经济的专属 早在古代的青楼事业中 就大放异彩了 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 北宋时整个社会 极其崇尚 迷力之风 勾兰瓦舍等等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月场所 总不能死气沉沉 于是在这些场所 带节奏的妹子们也就应运而生 不过这些妹子 和现在直播平台上 大秀性感的妹子相比 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 无非就是为了一招声名雀起 赚个盆满钵满 而不同的地方 则在于以下四点原则 第一点原则 裸 也要裸得正经 北宋流行折子戏 一幕戏演完 妹子们就出来暖暖场 相当于如今 体育比赛中场结束 来一段拉拉队热舞 目的还不是为了服务眼球经济 而在折子戏幕间暖场的 这些妹子们 叫做 尹克 主要任务就和拉拉队相似 跳跳舞 露露腿 聊聊人啥的 活跃现场气氛 以此来吸引更多客人 讲究的就是一个正经营销 所以这 就得说到第二点原则了 裸 也要裸得高雅 今天许多妹子 为了能火一把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怕不能全裸出镜 而宋朝人深知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道理 裸 也只限于四肢 有时还会为了裸 而加上点剧情 东京梦华路就写到了一个故事 说尹克出场 但是面露痛苦之色 旁边小丑就问他怎么了 尹克回答说 自己太漂亮 老板娘因为妒忌 所以掐了他的腿 并当众露出雪白的大腿 果然又一块乌青 小丑这时候就开始告示了 说看观中可有怜香惜语者 当群众们自告奋勇 嗨到飞起的时候 尹克就见机拿出手帕 把腿上的乌青擦掉 原来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噱头 这大概是中国娱乐圈 最早的台上台下互动了 第三点 裸 也要裸得有水平 在东京梦华路里还有个故事 说戏班子演白蛇诗药这出戏 饰演白娘子的 就是一个明星影课 白娘子 捋起袖子 露出 孵如宁芝的手臂 端上装满纸包的托盘 款款走下台 跟观众互动 翻出钱的取纸包一个 里面包着各类小奖品 香料小吃 乃至装饰品 想想看 女神跟粉丝近距离接触 现场气氛 可想而知 买买买 不买不是人 表面很风光 然而很短暂 所以第四点就是 裸 必须要裸得很敬业 说到底 尹克再受观众爱慕和追捧 对老板来说 也只是赚钱的工具 纵巢时可没有网络直播 这种可以保障你单干 也没问题的途径 所以尹克们 为了能吸引和留住客人 每天必须挖空心思 变着花样 去讨人欢心 非常辛苦 要是碰到高雅那这样的坏蛋 那就只能 乌乌哀哉了 跟现在那些个 拍几个视频炒作炒作 就转一波跑路的对比 那真是高大上了不少啊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离视频 动力使栏目 离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